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甄小玥 欢迎大家收看下午第一节的即市攻略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内地的最新市况 见到上证指数升15点 报3402点 深证城指升105点 报11671点 护心300升24点 报3557点 而港股方面 恒指暂时报22801点 跌18点 国际指数10466点 升26点 大市成交405亿 这次是Stanley和我们一起分析的市况 Stanley 你好 Stanley 你好 Stanley 跟你说一些业绩股 其实压迪就出了业绩 暂时在做48.75 升幅1% 看到它的业绩都相当不错 在2015年9月30日指的9个月业绩 即是头三季 按年要升4倍多 4.35倍到4.81倍 只是第三季的顺利是14.95亿 升52倍 升幅非常夸张 是不是受惠于国策的全力支持 其实不是 当然 你可以说它的业绩 今次的表现 做得比较好 因为 都见到它的本业 是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但为何说它不会呢 因为本身今次 它有个 即是以翻案 叫做第三季 为何会有个这么夸张 五十多倍的数字 最主要因为公司本身有一次性的出售有关 即是 撇除的话 基本上公司的增速 大概是两倍左右 不过呢 即使是两倍也好 又似乎 你都可以说 其实这个数字 都不是差的 因为事实上 如果以公司 如果我没有记住 当之前 半年业绩里面 其实它预计第三季的时间 基本上 虽然公司也有发过营起 预计就是 头三季 按年来算 都比较大的增长 但当时 如果你看到按季来算 基本上是等于 没有一点赚过 你意味着第三季 原先公司自己估计 都是持平 但是 即使你今次 撇除一次性的因素 都好 公司的盈利 基本上大概是增加1.7倍 都不是一个 叫做差的数字 所以你可以说 那个表现 都叫做 不失礼 都叫做做得不错 但是 当然 因为如果你以公司的 发展去看 因为事实上 大家都知道 买比亚迪 其实都是 买一样东西 买这个 电动车的概念 而这个概念 本身都真的 你可以说是 内地方面 一个比较当炒的 就是一个板块的概念 因为事实上 如果大家看回 拉回之前看 基本上 10.25的时候 电动车的范畴 即是新能源汽车的范畴 都是当年10.25规合里面 七大产业支柱 其中一个 即是七大新产业 其中一个 反映回来 其实内地方面 一直以来 都要扶持这些板块 特别在13.25里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这一年左右的时间 但这个电动车的销售情况 的增速 其实是很快的 不过当然 也很公道地说 因为基数比较小 所以增速自然会很快 但是将来 你都可以说 都是割策的 收入板块之一 所以变相 对于它这方面的 发展的前景 我们看法 还是比较审慎乐观的 明白 刚才都说完大数 现在说一下小数 好 它的投资收益 按年都上升了5.65倍 主要是处置子公司 产生的投资收益 没错 投资收益所得的现金流 多了30% 是否都反映 比亚迪的财政状况 都理想 都两下 因为本身 如果以这个因素 去提及到 这些是一次性的收益 基本上 就是公司本身 有出售的一些资产 另外换一些钱 当然 如果以这个角度去看 变相公司的现金 其实是多了 变相公司的财务状况的发展 因为这样做法 变相财务上的比率 都是有改善 变成健康的情况 但也好看回 外界方面 对于公司的发展 反而不是看这件事 比较多 就是看什么呢 就是看公司本身 新能源汽车那边的 销程的情况 是如何 事实上 刚刚提及到 比亚迪 最大的卖点 就是在电动车的发展 所以 如果那边做得好的话 甚至乎 那边的销量做得比较好的话 对于公司的股价帮助 才会直接 因为 比亚迪 虽然 现在电动车的占比 又真的不大 但 电动车的发展 首算 都是比亚迪 所以变相之下 你都可以说 有比较多的概念 是支持着他的发展 好 刚才说到 其实看比亚迪 或者看汽车股 最重要是看一些销程 最近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率领本港的商界代表团 参观了深圳一些新科技企业 其中包括比亚迪和华为 比亚迪的董事长也说 未来三年深圳市 以电动车取代现有的 1.6万架公共汽车 即扩展到一些巴士 或者公共汽车 其中3600架 在年底便会啟用 所以 其实他对自己公司的业务 新能源汽车 都很有信心 你都会否看好这个发展 其实 电动车 如果将来要发展 当然 现在有些技术上的限制 在发展上 我都相信 在公交车的范畴 发展的空间是有的 因为电动车 面对着樽镜位 就是说 你可能充电 可能是行程 行距一定的限制 例如行500公里左右 你又会没有电 然后你又要再充电 或者换电池 所以如果行公交车 因为路线固定了 所以变相比较容易去做到这件事 所以现在你看到 很多地方 我想第一部要做电动车的话 当然除了那些 例子之外 其实很多地方 在公交车方面 第一部做电动车的话 其实是可取的 但是现在的量 仍然很小 因为 其实你如果说 全中国来计算的话 你可能每一年 那个汽车的产销都好 都可能是几千万架 其实电动车 现在的佔比 都可能是几十万架 还差很远 而且电动车本身 也有很多配套要配合 不只是说 有车就可以了 基本上 还可能有很多装处 有很多叫做 铺一些电网 这些 所以这方面的发展 其实我觉得是有充劲 但是现在 你说要有个高速的发展 也有很多法规上的配合 明白 刚才就说到 比亚迪市占率有百分之三十 现在来着 在这个国策的支持之下 还能不能继续去扩张 或者增大市占率 我想内地方面 因为其实很多的车厂 其实大家都争取这个市场 包括刚刚提到的 Telsa这些叫做海外的品牌 都打着内地的主意 还有你像宝马这些 都有I-I系列 都是打这些环母电动车的市场 所以 所以 建议其实很劇烈 你会见到的 但是 比亚迪有个比较 我觉得是优性的地方 在内地发展方面 就是说 你因为是一些 叫做国家 或者叫做自主品牌 内地方面的自主品牌 我想你在政策上面看 会有比较多的扶持 因为 整天都说的 现在要希望很多的公司 我们的公司 都希望可以说 可以打出去的概念 所以我想这一类的版块 或者特别是比亚迪 有这方面的憧憬 但是你又行不行 还不做得到 甚至乎 能否在之后的时间 有一个很大的增长空间 其实真的很视乎 国策的配合 因为刚刚都提及到 你说 现在 内地电动车的发展 其实就 当然你说在硬件上面 我相信问题 就不算很大 但问题是很多的配套 你支持不了 所以你看到近日 有些政策 例如一些新建的屋苑 都要至少有一些充电桩 这些政策 都想慢慢 希望多些人可以用电动车 以及税务上的 一些宽减 所以初步看 有发展的空间 但问题是 短期的时间 比亚迪是否真的会很小 会得到呢 难说些 但长远去看 暂时这一刻去看 问题又不大 但股价这方面 当然也好看回这些消息 变相就是说 凡有这方面的消息 它的价就会可能 冲一冲 但可能它的价 都会有波动性 比较大 明白 麻烦你详细的分析 一起看摆快最新的造价 比亚迪升1% 报48.9 东风集团升5% 报11.3.4 吉利汽车升1% 报4.2.1 华晨中国升3.3 报10.7.8 港汽集团升9.4 报6.8.1 长城汽车升1.4 报9.5 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Stanley做新报 刚刚提及过的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 Stanley有持有? 没持有 待会有更多的直播环节 我们待会见